第2249集 穷霄 他纵然气此狡辩 也没有任何用处 哦 妖后有些诧异 在剑神指证了云上人乃是万圣真灵 确定了证据之后 我就已经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此刻或者已经传递到各方天地天兵情报部的分部来 所以 相信云上人不等到家 就会发现 他不再是天阙第一人 只是一只过节老鼠 根本就没有机会反击了 墨天机微微一笑 血泪寒和妖后同时瞠目结舌 你在战斗没结束的时候 就传出了消息了 对啊 当然要在第一时间传出消息啊 我想距离此地较近的天机情报部 已经开始着手昭告本方天地了 最多再过三个时辰吧 整个天阙不会再有任何大事里不知道这件事 甚至包括紫霄天 血泪寒脸上的肌肉抽出了一下 这货可真狠啊 而且 而且我还隐约的提了一下 整个天下都应该抵制圣皇宫 有传言说 凡是不出面抵制圣皇宫的势力 都可能是他的下属分支势力 墨天机咧嘴笑了笑 所以 我估计现在这个时候啊 应该 已经有不少圣皇宫各地的分堂 被砸成粉碎了吧 距离这里越近的 圆属圣皇宫的势力 覆灭的 也就越快越彻底 摇护的眼角也跳了跳 墨天机这家伙 真的危险得很啊 什么事情都做到了前面 根本就不需要有人说什么 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 尽都是天衣无缝 完美无缺 雪泪寒抬头的时候 发现精灵武神已经不在身边 还有楚阳也飞缩地赶回 在那刚才的战场中 那四道光芒仍旧在闪烁着 众人心中一动 全都加速赶回 只见战场已经被精灵武神打扫得干干净净 之前那么多的尸体血肉血流成河 此刻竟已经毫不见踪迹 甚至于在整个场地上 竟已经堆满了鲜花 宛如一片花的海洋 莫清武等四女正在正中间的位置站着 而在半空中 那风华绝带的精灵女皇的身影 竟然仍旧存在 以一种充满眷恋的不舍的目光 看着这天男之森 似乎是充满了无尽的感情 熊小 剑神的声音在颤抖 你 你终于可回来看一眼了吗 精灵女皇的目光 在此刻竟有几分茫然 因为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她 包括楚阳也是 大家都不敢确定 这位突然出现的精灵女皇 究竟只是一个没有意识的神魂投影 还是一个勉强残留的灵魂分身呢 精灵女皇的目光转过头来 随即锁定到了楚阳脸上 突然间 竟然露出一抹春花一般的笑容 楚阳额头上的精灵黄印 再一次跳跃着 剑刺的浮现出来 在精灵黄印出现的时候 女皇的眼神变得灵动 身躯竟也变得更加凝实一些 对不起 剑神爷爷 女皇轻轻攻身 向着剑神行礼 明镇天下的精灵族剑神 在这一刻 居然痛哭失声 重笑 你离开了这么多年 回来后跟爷爷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对不起吗 精灵女皇的眼中 水光闪烁 映然雨滴 现神爷爷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 我要把我心底的话 尽量说出来 我现在的这个形影 虽似实体 实际上 不过是我当初留下的一丝意念 说完了 我要说的话 我就要离开了 精灵女皇的声音柔弱 让人忍不住 就情不自禁的想要安慰 剑神抽叶一声 不再追问 其他人也大为好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幸亏 精灵女皇并没有什么倾听要求 见到大家都围了过来 也没表示反对 于是大家一起倾听 当初 我猜悟精灵法则 精灵女皇轻声地开始诉说 大家都是侧耳倾听 猜悟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 有些异性阑珊 精灵女皇苦笑着 我意识到 虽然我是一个精灵 更是精灵族的女皇 但是我始终还是一个女人 于是我就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宿 与那一份如世如梦的美好 所以我带着精灵圣殿 离开精灵之森 来到了人世间 可举目茫茫 看尽天下英雄 竟无一人能入我眼中 精灵女皇 欠然对着雪雷寒点点头 那目光充满了歉意 很显然是在说 东皇您已经很优秀了 可是我其实没看上您 真不是您不够好 只是没有达到我期望的下线而已 雪雷寒很非常相当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您真是太客气了 您没看上我有些不好意思吗 可是这一点头 我咋觉得自己突然间变垃圾了呢 您知道我承受了多少无奈吗 你都省事了 终于有一天 我在雷雨之中参悟精灵圣殿 似乎突然有个声音在跟我说了一句话 精灵女皇精致的小脸上 是一种有些不可理解的迷惑 这个声音说 穷霄不能舞风云 傲事就在九重天 今生冰清玉节路 来世自有好姻缘 精灵女皇说道 这四句话 来历莫名 我始终不明白 于是一直在想 然后终于有些明白了 穷霄不能舞风云 是的 我是穷霄 但我自己本身并不能舞动风云 因为风云就在我身上 所以需要有人在穷霄之上舞风云 而这个 是人 却不是精灵 傲事就在九重天 我曾想过 九重天是九重天阙的简称吗 可是始终没有收获 一直到了后来 我无意中从东皇口中得知 原来 这世间还有另外一处界面 叫做九重天大陆的地方 原来 那里才是所谓的九重天呢 精灵女皇对雪雷涵攻身行礼 感激她的指引 但是剑神等精灵武神 却狠狠地如要将雪雷涵一口吞下去 那般地看着她 雪雷涵咽了口唾沫 心道 我啥时候对你说了九重天大陆的 思来想去 思来想去 竟是始终想不起来 至于这第三句 今生冰清玉节路 就是说 我今生注定孤单了吧 精灵女皇的眼神中 又向往和羡慕地 看着紫邪清道人 这第四句 却把美好姻缘 推到了来世 无可无不可 我就一路寻寻觅觅 离开了九重天阙 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 然后 我发现 我真的去到了九重天大陆了 而让我惊奇的是 在这片大陆上 竟然也有精灵族 只不过实力很弱就是了 我在这片大陆住下来 将精灵族统一 有时候也在心里想 我的修为 在九重天阙 也算是高手的 在这片大陆上 又能遇到什么危险呢 几乎就是不死之身了 又有什么今生来世了 说到这里 精灵女皇苦笑一声 可终于有一天 那把剑出现了 精灵女皇的眼神 看在了楚阳手中的九节剑上 众人都是心中一动 雪雷汗为之苦笑 果然哪 根远还是回到了九节剑身上 其实也是自然 一精灵女皇在九重天阙 有数巅峰的枪皇势力 在九重天大陆 都不用说出手了 只是吹口气 也就天下无敌了 凑非是九节剑 以及九节剑的主人 又怎么会有意外出现呢 精灵武神 也纷纷将目光 停留在楚阳手中的九节剑上 神情各异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这把剑 跟精灵女皇说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 有一天 好好的九重天 全无征兆的突然崩塌 那是一种灾难性的毁灭 给整个世界 整个未免 造成最直接的破坏 最彻底的毁灭 然后 有人使用通天手段 直接将九重天大陆 重新折叠重塑 直到如今 那位大能所使用的手段 仍是完全超出 我对力量的理解范畴 或者是求生本能 以及不想同胞 丧命在自己眼前的最后挣扎 我决定全力 带着所有精灵族人 规避灾难 或是有心 或者无意 反正 那位能力通天的大能 将所有的精灵 全部安置在 一方稍微安稳的天地中 我可以断言 如果没有那位的元首 连我在内的所有精灵 一定会悉数陨落 在那场灭世的灾节之中 我们 被集体安置到了 那处新的天地中 本以为灾节已经过去了 可以重新生活 重新来过 可是却没有想到 天地竟再次崩塌 灭世再临 而这次的灭世灾难 固然比以前要小了很多 可仍旧不是人力可以抗拒的 正在我要带着精灵族人 离开那里 重新返回到天阙的时候 却发现 造化乱世 过程已经不可逆转 至少 我对此事无能为力的 一个留意着 叹息意味的声音对我说 我毁了你的今生 我就还你一个来世吧 就这样 精灵族始终未能幸免 全族覆灭 而我 也只来得及保全了 精灵族七身之地 精灵之城 但是代表 精灵族繁衍的生命之权 也终于枯竭了 这一切都代表着终结 精灵女皇的声音中 有着无尽的疲惫 或者是不破不立吧 总之 我就在那个时候 突然大彻大悟 明白了自己所要的 到底是何物 于是我散去 毕生的修为 维护九中天精灵一族 命脉不散 散离精灵黄印 仅保留了最后一点命缘 陷入沉睡之中 当日 我曾发下宏愿 若有人携带生命之权 来到我沉寂之地 为精灵族带来光明 给精灵族人 带了一线生机 和繁衍下去的希望 我就将精灵黄印 赐予他 第2249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